赵峰弊案从头到尾知情 前董座蔡友才300万交保 董座是休息还是问完了 休息啊 赵峰前董座蔡友才又现身北见 这已经是他近一个月来 第四度被检方约谈 不止如此 办案人员还同步搜索他的住处 和他担任董事长的建基资产公司 整起事件如选球般越滚越大 赵峰湘宁纽约分行被认为 具有一个严重的内厚缺失 检察官调查发现 整起事件涉及人谋不脏 因为纽约金融服务管理署 二月的精简报告 将赵峰列为危险评级的第三级 赵峰收到报告后 却没在第一时间通知董事会 蔡友才还在关键时刻请辞 导致赵峰在群伦无守的状况下 无法解决问题 被重罚或是激意 检察官将蔡友才列为被告后 又陆续传唤 赵峰前现任多名高层 和前任财政部长张胜和 离其通报时间是否延误 结果调阅资料发现 蔡友才都在掌握中 昨日将他与新复 赵峰经前主咪王启邦 漏夜证据 蔡友才训后以300万交保 王启邦 愿意200万交保 限制出境 动新闻台北报道 王启邦 李赵峰前面 李赵峰前卓 王启邦 前任财政 李赵峰前卓 王启邦